大家好,我是Eric 上集說到楊婆婆的案例和Rollplay 我們今天看完楊婆婆的後半部 看看另一個社工如何介入處理 那 suppose 後半部就開始進入介入的階段 即是開始工作了 早安,楊婆婆,你好 你好啊 你好,聽不清楚嗎? 聽不聽得清楚嗎? 哦,清楚 是啊,因為上次沈先生跟我說 其實你的耳朵聽得不清楚 是啊 現在耳朵是哪邊聽得清楚一點 哦,這邊聽得清楚一點 那我近你一點點,這邊說話會不會好一點 會啊 會啊,是不是 那我們用這個方式 這個聲音可以嗎? 可以 會不會太大聲了? 不會 不會是嗎? 好 你明顯感覺到這個社工是好很多 即是他是真的在跟客人說話 暫時來說,他雖然手上拿著一些紙和貼筆 但是他眼睛是對接著那個客人的眼睛 而且他很照顧 他聽不聽到話 哪邊聽到話 這個聲線可以嗎? 這個是十分之好的 對老人家的一個聰明 我先介紹一下我 我姓翁,我是翁先生 是啊 那你叫我翁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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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這樣叫你楊婆婆,可以嗎? 可以 嗯,好啊 還是你想我叫你其他名字? 叫我楊婆婆 好啊,楊婆婆 那就是啦 這裡也是一個十分之好的 Greeting 就是問對方叫什麼名字 就是想對方怎樣稱呼 那這個是十分之尊重對方的表現 今天見到你啦 那就是今天 我們第一次見面 是啊 那上次呢 沈先生說 其實你有些不開心 是不是? 你今天的心情如何? 啊,我也是 不是很開心 嗯 嗯 不是很開心 是不是? 那這樣啦 我不如打個分數好嗎? 一分就最不開心 十分就最開心 你覺得你今天的心情有多少分啊? 這裡他的scaling question format上是正確的 但是呢,我自己就覺得出得太快 因為基本上他這個scaling question 他給完分之後呢 照道理啊 這個的社工就會追問為什麼 但是其實你不需要這個scaling question 他都可以說 他直接說我今天都有點不開心 你就可以說 哦,發生了什麼事啊? 一個很簡單的open end question 就可以令他說得出 所以scaling question 在這個位置出呢 作用並不大 也是為什麼solution focus 經常說scaling question 不應該在assessment 這個部分出 因為出完之後 沒錯你知道他大概有多少分 但是有個副作用就是 他有機會在那個分數裡面不斷鬥選 不斷說自己的不開心 這樣就很難轉出來 但是不要緊 我們繼續看看他怎樣作答 三分 哦,那真的真的不是很開心啊 是不是啊 嗯,可不可以告訴我呢 嗯,是啦 嗯,最近其實也有三分 三分 嗯,是啦 比較偏向不開心那邊 是不是啊 那其實都 滿國的角度來說 其實都 在這個不開心的情況下 有些什麼都支撐到你 繼續去生活 或者過來見我們 哦,是我的兒女帶我過來的 是 是啊 嗯 你自己呢 你自己想不想過來的 我自己啊 不是很想的 不是很想的 嗯,你聽些兒女說 是不是啊 是啊 哦,是 那你其實也會聽些兒女說的 是啊 是啊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他的社工的行為表情反應 首先呢 他說 三分 就是很不開心的 他就已經卡住了 有一點點卡住 好像那個答案不是這位社工 很期待的答案 那他也是嘗試用不同的 reframe 就是可能不是多開心 reframe 是社工常用的 傷心和不開心是兩個程度的東西 退步和沒有進步都是不同程度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呢 社工常常都會用文字遊戲 去嘗試轉化這個client的想法 然後呢 就立刻追問了一個問題 就說 不開心都過來這裡哦 那就很欣賞你 就是client of empire他啦 就是讚美他過來的動機 那但是呢 都是回到之前那裡 scaling question 用完之後 應該是要追問 他這個三分的意義 究竟是些什麼 他忽略了這一句追問呢 而直接下去讚賞他過來的動機呢 都是過他浪費了那條scaling question 那但是呢 就miss了一件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他不想下來 為什麼呢 就是社工常應該要保持了一個not knowing 一個curious好奇的心態 對著client要有 那些子女逼你下來 你有什麼不便不想下來 你身體又不舒服不想下來 你不想麻煩到社工不想下來 不想下來有千千萬萬的原因 究竟誰才是呢 預期我們猜猜一下 不如直接問他 說不定在他的答案裡面 我們可以再收到其他更重要的訊息 會不會令到你更加開心一點 會呀會呀 那現在譬如我們 你說今天的開心情況是三 奈何我自己覺得有點生眼 即是他一說到孫仔 看到楊婆婆的眼睛是馬上發光 看到他發光這一刻呢 身體語言來說 即是他很想跟你去說那件事 即是楊婆婆很想跟這位社工說他孫仔的事 這個時候呢 就不要去住了 我建議就停一停 在孫仔這個位置繞一繞 先問一下孫仔多少歲呀 孫仔男還是女呀 讀什麼書呀 讀小學呀中學呀 是不是經常貪呢 經常玩什麼 這些資料呢 未必對你assessment有用 只不過 對建立關係十分有幫助 因為你中到他想說的東西 那之後他就立刻下了 那我們看看他下落是怎樣 有些什麼可以令到你更加開心一點點 看到孫仔會開心一點 看到孫仔會開心一點點 今天那孫仔有嗎 跟過你嗎 沒有啊 待會呢 待會也沒有啊 待會也沒有是不是 沒有啊 不要緊的 我們可以到時呢 你想見到那些孫仔 你待會回去告訴那些孫仔 你下次帶那些孫仔過來 是不是 想起也開心 是不是 是的 可以幫助我們開心一點點 我們想想一些想法 好嗎 是的 那你記住了 是的 好 那就是 其實我上次呢 都聽沈先生說了 其實呢 一直以來 都有點不開心 聽到你說 又不想聯絡到那些子女 又成的 其實你擔心的是什麼 好問題 這條是十分之好的問題 直接問楊婆婆究竟她擔心什麼 那她所說的東西 正正就是她最關心的東西 亦都是我們可以 就是身為社工 最可以找到 轉向出路 幫到她的方法 我怕我死了之後沒有人來啊 怕你死了之後沒有人來啊 是 一個人住而已嘛 是 一個人住 Keywords 啦 出現了兩次了 這一句 一開始的社工 跟這個社工都出現了 是一個對楊婆婆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個想法 那得出這個想法之後 要怎樣去做介入呢 就要看一下你 buy什麼的approach 什麼的therapy 私家醫生 有客人私家醫生的 是啊 那有沒有在政府有跟進那些 兩星期開始要複診 兩星期開始要複診 看哪科啊 嗯 都是看我糖尿病那些 看我糖尿病 OK 心肚痛呢 心肚痛沒有啊 心肚痛沒有啊 為什麼不看呢 你好像最擔心心心肚痛 看到你第一個說的就是心肚痛 哦 心肚痛的 人家沒有特別留意啊 哦 是 心肚痛會擔憂一點啊 可能噴噴噴死了啊 OK 因為家裡跌倒了沒有人知道啊 是 沒有人送我入院啊 是 OK 那我好像聽到其實你擔心的其實就是 擔心自己可能睡不睡一覺的時候 會心惚痛 怕著一覺不留神地走了 是不是啊 沒有人知道你在家裡的狀況是不是啊 這個你最擔憂的 嗯 嗯 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可以幫助到你去處理或者解決到這件事啊 那去到這裡呢 他問完這個問題 我大概知道這位社工呢是用什麼approach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可以一起猜一下他那樣用什麼approach 那我給大家3秒 3 2 1 開猜 他應該就是用solution focus的 針對著楊婆婆的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心口痛啊 或者是蘇哥 沒人理啊等等 他問了這條問題就是 究竟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到 其實就是 逼楊婆婆去想 在這個問題上的一個solution究竟是什麼 問不到楊婆婆答沒有 為什麼呢 中間漏了一個step 就是要令楊婆婆幻想 究竟問題解決了 就是他如果有病立即有人看啊 或者隨時可以找到人啊 那個情況是怎樣 等他幻想到這個情況出來之後呢 他自自然而就會幻想到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達到這個情況 那這個就是solution focus 一開始時常說 用miracle question 跟著再用這個coping question exception finding question 去做出來它的效果 他中間miss了miracle question這一句呢 就很容易令他繼續stuck with在那個問題上 就是我覺得 沒有啊 都沒有人幫到我的啦 就是問題都還在這裡沒解決到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很難去想到一個solution出來 那我們繼續看看這個社工呢 是面對著沒有這個答案之後呢 怎樣跟進下去 很漂亮 那不如我們又再打個Full Show啦 好嗎 喇 1至10分啦 好嗎 對啦 1分呢 其實是我最想處理的 不好意思啊 1分 對啦 都得1分是我最想處理的 10分是我沒那麼想處理的 對啦 你覺得其實呢 在就住客人 你心口痛這件事啦 其實你 1分 對不起 1分 1分 對啦 1分你是想處理的 還是10分 沒那麼想處理呢 嗯 1分 1分啦 1分 就是其實是 你都非常想處理 心口痛這件事 嗯 那 大家看到這裡應該都知道我想說什麼了 第3次 應該第3次出scaling question啦 這個社工 問他多想處理心口痛這個問題 就是其實就好被一個人過來 說我想申請縱援 然後那個社工問你 1到10分你有多想申請縱援 就是其實問你是沒意思的 他一定是說最想處理的 因為他第一下就是指出這個問題 那所以這個scaling question呢 出得十分之 無意義啦 那更何況它是用solution focus scaling question是不應該放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啦 好啦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實就著 怕死了 無人知這件事啦 那其實呢 1分 是最想處理的 10分是最不想處理的 是啦 你覺得自己有多緊急 去處理這件事呢 4分左右 4分左右 這個位置 你看到楊婆婆已經不是很想回答了 就是 問她死了有沒有人理 多想搞定這件事 就是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OK 這個client 十分之真實 她的反應也是反映出 這個問題的意義是不大 對啦 而且可能她內心已經有點hard feeling 已經 對呀 OK 那即是可能我都在想 啊 原來可能是心口痛的那件事 其實 位於你來講 是因為加上你比較擔心的那件事 對呀 嗯嗯嗯 但是你又沒有做過任何事 去 為了這件事 是不是 去求助啊 那樣的 我一開始一直都不明白 為什麼這個社工要連續問兩條scaling question 還要是關我的問題 原來他是想比較一下 楊婆婆的心目中 這兩件事 怕死了有沒有人理 還是心口痛 是急需要處理的 那我就去問他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不直接問 楊婆婆 現在你有兩件事在煩糕結 一樣就是你怕可能過了身 不要用死了 一定不要用死 因為那些長者有時很傳統 她怕死 過心沒有人理 還是心口痛重要一點 你覺得哪個急切必要處理先 其實已經是等於那兩條scaling question 所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可以透過很多不同的問題 所以社工一定要很清楚自己 在問什麼問題 以及期望得到什麼的答案 而不是隨便出一些 所謂skillful的 questioning 那今天兒女都帶了你上來 其實有沒有說 有些什麼 你也有些什麼想法 其實希望我們可以幫到你 啊 我想呢 我想你兒女多點來見我 嗯 你想兒女多點來見你 是啊 而且我想 不讓他們擔心 是啊 是啊 我還是聽他們說才上來 如果不是呢 我也不知道 跟那家庭 我也不知道這裡有這麼多東西 可以幫到我 是啊 是不錯的 你不知道這裡有這麼多東西可以幫到你 是啊 就是會不知道 其實你覺得這裡有什麼可以幫到你手 可能是有朋友跟我聊天的 是 就是有人跟你聊天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啊 可以可以 幫不到我 可以幫到你 是不是 嗯 那直到這裡 就是十幾分鐘 終於帶出到楊婆婆內心 究竟想要什麼了 也是我一開始的prediction 想兒女陪 以及想找多點人聊天 不要這麼孤獨 好痛那裡 你覺得有什麼是合理的做法 我們需要去做的 是啊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沒有電話給你們 打不到電話 我心裡很痛 我沒有電話 你寫功了 打不到 我兒子找不到 又不准來聊那些子女 是啊 是啊 不准來聊那些子女 又不能聊得遠 是 一個人剛剛生了寶寶 其實那些子女都很煩惱 你又不想 因為你的事 影響到她們的生命 是嗎 是 是 其實你都會想 是嗎 問一下我們 有沒有一些 好的方法 或者是好的建議 可以給你 建議給他們知道 而在這個情況下 又不用經常 叫你罰不到子女的 會是最想過的事 是 是 是 其實呢 楊婆婆 不怕坦白 跟你說 其實我們這裡 其實都是一句 很多人都會 類似的擔憂 其實很多人都會 都會 好像你那樣 類似的擔憂 尤其是 真的跟我一樣 就是怕著你家 突然間 一個不小心 下跌餐 或者肯 走路牌 或者不舒服的時候 病了 沒有人知道 或者昏迷了 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 是啊 就是 正常化問題 就是說這個問題 不只是出現在你身上 好像跟你同一個年紀 同一個背景 另外同一個群體的人 他們都遇到這些問題 那一方面可以安撫客人 另一方面可以令他覺得 問題不在於自己 也是有辦法去改變的 很多老人家都很忌憂 就是去到 難道要去到 啊 去到那些什麼 屍體 我臭了 是不是 隔離不想發覺 是很忌憑這些東西 是啊 你自己是不是都有這種 可以想法嗎 是啊 是不是 那其實呢 方家上呢 其實有 有沒有聽過平安鐘 哦 沒有聽過平安鐘 是不是 不要緊 平安鐘 其實有一個 一個儀號 或者一個按鈕 可以幫你放在家 當你有任何舒服的時候 其實你只需要 不需要打電話 你剛才說 其實很難打電話 是不是 其實你只需要 用手指按一下按鈕 就立即有人幫到你了 這個這個這樣的儀器 或者這個這樣的步驟 會不會有信心做到那些 挺好的 提出了一個方案 然後問他會不會有信心可以做到 這個時候呢 就應該要出 skilling question 問他有還是沒有 如果他答沒有 你站在那裡 反正用skilling question 他答多少分都好 你都可以問他 怎樣可以再升高分 譬如他答5分 你覺得怎樣才可以 升多一分 這樣幫助你這個情況呢 skilling question 在那裡用 去提升他改變的動力 就是一個好的skilling question 不過他這裡就用了一個 close end yes no question 但是不要緊 我們看看他怎樣回答 對呀 都要找人幫我安排的 都要幫你安排 對呀 按個按鈕你覺得可以嗎 不用打個電話的 按個按鈕可以呀 那我 想找到一些子女 都比較簡單 對呀 會不會都令到你的擔憂 是降低了一點 如果我們可以找人幫到你 做到這個安裝 平安中 會呀 會的是不是 對呀 非常之好 這樣啦 其實 我們剛剛都提出了一個方式 其實呢 有幾樣東西 我們剛剛都說過 就是一 首先就是說 其實原來你 第一最擔心的 就是你胸口那樣東西 對不對 對呀 接著我們再談到電話 你是都擔憂 更加擔憂的 summarizing 回顧一下整個counseling 裡面 楊婆婆在擔心什麼 有什麼方法去處理 這件事是做最後 臨尾終結的時候 是十分好的一個手法 讓她再次聽清楚自己的期望 有什麼方法去解決 讓她知道自己應該要做什麼 擔憂在過程之中 有什麼事的時候 萬一死了 沒有人知道 對呀 但是這裡呢 就是為什麼去到這裡 都要再提過 死了 沒有人知道 屍體發臭這些 就是去到這個地步 她應該已經在轉 你已經幫她 你已經幫她由問題 轉到solution那裡 為什麼你又要回到問題 對呀 這個位置是有點奇怪 我自己覺得 就是她已經是有動機去做改變 那你就集中在改變裡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再回到問題本身 我們也提出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安裝平安重 那你也願意一試 對嗎 對呀 對呀 非常之好 跟她合約 就是說說過設定平安重 那她都願意試的 是不是呀 那她說是 那就可以落腳做了 那你在這個樂意嘗試的情況底下 其實我們都再請你打個分數好沒有 對呀 那就一到十分 一分是沒有這麼想裝平安重 十分是真的很希望有人幫你裝到平安重 一到十分你又會給多少分呢 那這裡出scaling question 就正確了 就是問她有多少分想裝平安重 那她回答多少分都好 怎樣升多一分 令到你更加有動機去裝這個平安重 十分 十分 即是很著急的了 是不是呀 嗯 好 那非常之好 那她直接回答了十分 那所以就 很大的動機 不需要再問這個follow up question 你有沒有信心做到 一到十分 十分是有信心 一分是沒有什麼信心 十分 十分有信心做到 是不是呀 嗯 那非常之好 那不如這樣吧 我們今天就談到這裡先 是呀 那我暫時呢 我都拿到你的 一些叫做 嗯 嗯 嗯 想法啦 是不是 暫時有一個計劃 那我呢 都跟她平時呢 再去商量一下 在這個平安中 我就可以怎樣去協助 你去安裝 好嗎 好 好 謝謝你呀 那我先多謝你 好 謝謝你呀 Yoko 謝謝你 下次見 好了 我個案大致上又去到這裡了 嗯 我自己覺得 在這個rollplay裡面 不錯的 老實說 就是起碼她最後叫她安到平安中 那這樣也是 解決了最緊急的問題 那只不過呢 大家看這個case都可能知道了 楊婆婆不只是想安裝平安中 還有怕自己有什麼事 沒有人來這麼簡單 她其實內心的渴望呢 就是想孩子多點找她 孫子多點找她 那所以呢 作為一個社工呢 這個case就不應該去到這裡就這樣完的 就是suppose應該會再有下文啦 包括可能就是跟她的子女去再會面啦 或者跟楊婆婆再會面 或者跟那些孫子再會面 怎樣可以達致到一個楊婆婆內心渴望去滿足度呢 因為楊婆婆似乎呢 是start with 一個困難的想法 一個兩難的想法 我的存在會煩到那些孫子 他們過去探我 會煩到他們那邊家庭呀 上班呀等等 那但是事實是不是呢 有沒有辦法可以兩全其美 或者拿到一個平衡呢 這個位呢在楊婆婆無論是思想上 還是一個實際操作 找solution上 都是一個要處理的方法 去令到整個核心問題去解決的 那有很多不同的approach可以做到啦 Structural Family Therapy 就是叫一齊坐可以做到啦 一齊坐一齊叻 一齊講大家的期望 怎樣去處理 做到啦 solution focus 做到啦 問一下有什麼方法可以達致到她這個目標 CPT 都可以做的 令到她的思想去轉變一下 不一定是你找他們就是煩到他們的 他們都可能想找你呢 即是不同的therapy呢 最終的自由目的可能就是有一個 但是它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去做 那大致上今天條片呢 去到這裏了 那是一個所謂實戰體rollplay的 給大家看一下 社工skillful一點 practice一點的一面啦 那希望大家喜歡啦 那如果喜歡就給我like啦 那想我繼續拍這影片呢 那留言comment 那我們下一條片呢 再見大家 看看之後是繼續找禮止啦 還是講其他的therapy 那我們下次再見 就這樣吧 bye